在巴西一个有钱人家 儿子结婚了 前我去跟他祝福了 那我也去嘛 出家人 既然他信佛 好了 那结婚场面很大很大 这个有钱人 过了几年生了一个男孩子 糟糕 不能站起来 五六岁了 还是要忍抱 你说难过不难过啊 这么一个家庭这么有钱 这个儿子长了一百八十公分 女的也是很漂亮 家里是很有钱 竟然是那个孩子站不起来 你看那个都伤心了 求神问卦 什么都弄遍了 后来我回到巴西的时候呢 请我到他家去看 我又不是医生 我怎么办 两半 我说 某某人呢 你生了这个孙子以后 你知道你们家的事业 越做越大 越有钱 这几年是赚了很多钱 这几年是赚了很多钱 对啊 我说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你生了这个孙子 他是福星降临 知道吗 他是福星 你生下他以后呢 你们家里啊 就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去养他 他是一个福星在世 降临你家 这一下子麻烦来了 大家就想去抱这个孩子了 你知道吧 哇 这是福星降临啊 那个孩子从来没有笑过 我去的那一天 我说他是福星 大家抢着抱 他笑了 笑得好开心 这么多人关心他 这么多人要抱他 他笑得还开心 所以 世间的事情啊 他本身就是中心的 是透过我们的六根眼儿彼此生意 你的感受 你的想象 然后呢 你的价值判断 来给他一个价值的 那么你心里想他是福星 抱抱他 再一点福气也不错 他看起来就这么可爱 你觉得啊 不能走路这辈子这个没有用 你讨厌他 他也讨厌他 那个小孩子闷闷不乐 所以一下子这么多人抢着要抱 他笑得开怀大笑了 这是告诉各位 静由心做 这个境界是我们的心去决定的 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